感谢陈杰带我了解 刚刚在台北社 他说有九个人受伤 那么其实在花莲市区 则是有发生了夺命意外 今天傍晚的时候 这是一家三口开车 临停在花莲市区 一处街口的超商前 一旁的民宅顶楼女儿墙 突然间被墙风吹落到地面 砸中了轿车的后车厢 不止车尾被砸到全毁 还造成当时在后座的 45岁母亲失去呼吸心跳 孙云墙就宣告不治 而7岁的儿子 则是头部重创昏迷 还在家户病房抢救当中 民宅顶楼的铁皮夹盖 被墙风吹到整片掀开 更可怕的就在下一秒 被吹歪的铁皮上下摇晃 连带把最外侧的 砖造女儿墙翻倒 不偏不倚往下坠 砸中一辆白色轿车的后车厢 碰了一声 白车后车厢全毁 车体零件喷飞 驾驶销道往前开 逃出车外求救 因为他的妻儿就坐在后座 两人都被砸到重伤 不断流血 救护人人赶到现场 被女儿墙砸中的妈妈 已失去生命迹象 男童子意识不清 统统送一抢救 这回开密台风来势汹汹 24号傍晚5点多 花点市区已出现14级的阵风 当时车上的一家三口 聆听在中心路和中美食街口的超商前 一旁名站底龙的女儿墙 从6楼的高度坠落 直接砸中白车后车厢 坐在后座的45岁妈妈 没了生命迹象 送一抢救后仍宣告不治 7岁的儿子则头部重创昏迷 还在家户病房抢救中 回到事发现场 白车后半部大面积凹陷 满地碎磁砖 海米台风威力不容小觑 这回意外垂落女儿墙 也回了一个美满家庭 据成今夜华联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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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